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这里是养之道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 生活中相信不少人都听过这样的一种观点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长了 感情多半会演变成亲情 但与此同时 那天我也看到一个人毫不避讳地说 爱情就是爱情 如果爱情变成亲情的话 那么爱情的位置在此时就会空缺出来 其实如果细细去分析 多数人认为的爱情变成亲情 说的是随着在一起年岁的增长 新鲜感的彻底丧失 不加以刻意经营的关系 会在这种完全由着本性的日子里 爱情两个字都是奢侈品 很多时候有些人的执着相守 不过是因为没有办法而已 是的,有很大一部分人 不是因为有多爱 而是因为没有办法 只有共同协作下去 才能让这段有孩子和其他关系捆绑的婚姻 实现各方面利益的最大化 而随着年龄的增长 更多人对于爱情的期许 都已经回到了关于现实的种种考量 不要求那么多风花雪月 只要对方能够基本做到一些日常的关心 也就够了 比如说女人50岁后 心里渴望的夫妻生活 往往是这三种感受 一,被肯定 不知各位发现没有 被肯定永远在任何一段亲密关系里 都是最需要的一种感受 被肯定奠定的是这段亲密关系好坏的基础 所谓的被肯定 说白了就是作为另一半 他能够肯定你的付出 肯定你这个人的人品 肯定你的言行 你在他这里是有一定价值的 但是回到现实生活中 越是时间在一起比较长的夫妻 可能越是做不到这一点 因为过于了解彼此 尤其是对方的缺点 熟悉便容易生物 这也是人性的本能之一 此时否定的态度 可能是不少人的常态 一位阿姨现在54岁 她和她的老公 基本属于那种只要一见面 彼此都不能好好说话 话不投机半句多 多说两句就要吵起来的状态 她时常在外面吐槽她的老公 当然她的老公说话更是过分 对她早就完全是一种打压式的嫌弃 比如她的老公自己完全不做饭 也不做家务 但就是对她指指点点 说她这里做得不好 那里也做得不好 任何事只要是她做的 她的老公都不看好 换一个人来做的话 她就表示很有信心 也会夸奖别人 她作为妻子 在这段婚姻关系里 无法被肯定 自然也做不到用心平气和的态度 去面对彼此出现的隔阂和矛盾 所以她们一直在吵 却也吵不出个所以然来 这种彼此从心底早就不认同的状态 导致她们无法拥有真正客观的态度 二 被体谅 任何人在亲密关系里 都渴望着被对方体谅 生活中的不少女人 不管是已婚或者是恋爱阶段 她们都表示自己不怕跟着男方吃苦 也愿意陪着男方一起奋斗 但是男方需要明白自己的这种付出 而不是把一切都认为是理所应当 随着年纪的长大 这种希望自己被体谅的心境 基本是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 你发现没有 那些能够在婚姻关系里 被老公体谅的男人 不管他们目前的生活如何 有没有钱 基本都能保持着比较乐观和豁达的心态 两个人在一起也更多是一种彼此理解的状态 换一句话来说就是 体谅这件事 其实需要的是 两个人共同都拥有这种心境 少了任何一方的体谅 可能都不行 三 被关心 我妈直到现在依旧会和我抱怨 她认为我爸不够关心她 我发现我妈在很多细节上 会有一套自己的行为准则 然后她希望我爸能够按照她的心意去做 但我爸不是一个细心和主动关心妻子的人 所以他们之间 尽管到了现在结婚已经三十多年 依旧会因为一些相同的问题吵架 比如家里来客人 吃饭的时候 我妈还在厨房做饭 我爸就已经率先和客人坐到了桌子上 不会帮任何忙 吃完以后也是碗筷一推 什么事都让我妈去做 我妈希望的是 我爸能够关心她 能够在这种时刻帮一下忙 而不是自私的什么都想到自己 再比如 我妈是个比较节约的人 没办法 家里以前的收入就只有那么多 如果不节约的话 压根存不下什么钱 如今我妈五十多 她已经把这种节约刻到了骨子里面 生活中对自己还是很省 谁说都不听 她有时想买一件衣服 嫌弃贵了 舍不得 我爸如果在旁边 我妈就会希望我爸能够说一句 让她买的话 虽然她还是不会买 但她认为只要有这份心就行 我爸做不到 我妈就会一直埋怨 但与此同时 她的付出也没有减少 所以就只是为难了自己而已 我经常告诉妈 我爸就不是那种会主动关心人的另一半 你们这么多年早就应该明白 所以你自己对自己好点就是了 想吃什么 想穿什么 想买什么 你自己买就行 不要把这些完全自己可以实现的期望 放到另一半身上 人生的很多想不开 在此时可能会豁然开朗 谁都希望在婚姻里是被关心 被体谅 被肯定的一方 但如果你遇见的不是能够给予这些的人 并且迫于现实的因素 你们也没法去做出一些改变 那么我建议你 此时把目光回归自身就好 对对方的期待别那么高 这样失望相对应也就会减少一些 最终你就会明白 人活一世 真正的救赎者 其实只有你自己而已 年龄不该成为人们追求浪漫和美好的限制 任何阶段的人都有权利去追求婚姻生活的美好 哪怕是50岁的女人 同样有权利去追求浪漫和幸福 而男人也应该及时了解到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 尽可能地让余生可以不留下遗憾 当然了 任何时候的爱情都应该是相互的 当女人渴望美好的夫妻生活时 也该做到自身的付出与努力 从而建立一份美满幸福的婚姻生活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那么 我们下期节目